游艺群热爱紫砂逃逸的人士 于民国95年8月26日成立南投县紫砂逃逸协会 借此协会成立推广紫砂逸品的鉴赏与交流 为了让民众对紫砂逸品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近期7月14日至8月1日 在文化局文物陈列市 推出南投县紫砂逃逸协会连展 展出各式各样的逃逸作品 让民众欣赏独具特色与美感的逃逸品 紫砂做成以后稍微一段 然后再上又再另外比较低温再烧解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池袋的风格 这个大概就是青中期以后的风格 比较流行这些风格 那么我们都知道紫砂途它的特性 就是它的透气性非常的好 那么泡的茶叶也都非常的甘甜 可以把茶叶的美味提升出来 那么我们的紫砂途 除了在紫砂除了做壶以外 它在我们的日常的用品也经常看到 包括它可以做摆饰 也可以做一些 像刚才这边看到的这些佛像 或者是说用具 有些都是用紫砂来做的 所以紫砂在我们的日常用品中 也是非常的广泛被使用 紫砂壶的造型变化万千 素有芳菲仪式原部一项的说法 500年来智湖名首辈出 由于文人的参与及文学 书法 绘画 篆刻于一身 使紫砂壶趋于多彩多姿 兼具艺术性及实用性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 我们将我们好的东西拿出来 供大家来欣赏 然后大家有机会的时候 大家能够互相来切磋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 能够到我们的文化局的地下室 来能够参观这些我们的收藏品 我相信对我们会员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群热爱紫砂桃的收藏家 不藏于私 热情分享自己的收藏 也让民众可以体会到紫砂桃的魅力 南投县桃义学会 每年都会积极举办各项展演 研习 公益试集 亲子DIY 桃义推广等活动 并充分妥善 有效运用各单位及社区资源 其能带动全民美学教育 认识桃义之美 让南投桃能够流传久远 南投桃具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传承 是最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代表 桃义是横股明星的生活美学表现 如何将桃义与生活 文化产业及观光 传统时尚结合 是南投县桃义工作者 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迷疑新闻杨志凯 陈玉林 南投采访报导